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俄里其城的伯克·阿什莫特 早就打算归顺清郡 在赵会抵达伊尔强之前 便已经开始与舒赫德进行了联系 因此 在接到恶队的传报之后 阿什莫特率先响应 而其他五成健壮 也纷纷表示归向清廷 赶走了各城之中小合着的心腹赵牙斯武士人 之后出城迎接恶队的到来 清郡因而不菲吹灰之力 得到了和田六成 和田在伊尔强的东面 阿克苏的正南面 与阿克苏中间隔着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遥遥相往 而和田则是于田一词的转因 1959年 按照汉字简化简拉丁化的大方针 当时的决策者们担心中国人民知识水平不够 认字困难 就将和田 于田简化成了和田 于田 舒赫德是在11月12日夜 接到了恶队派人报告和田归下的消息 而九月底恶队等人招服完和田六成后 立刻便派人与赵会联络 但是这些派去与赵会联络的人到了伊尔强一看 将军领兵陷与贼众交战 不能通信 没有联系啥 于是恶队于10月21日 再次派人联络赵会 我们知道 赵会是10月13日 便已经被小和卓围困在黑水营了 因此这次派去的人看到的 是小和卓在黑水营外扎营 离三层外三层的围着黑水营 互相结债放枪 根本没办法和赵会接上头 舒赫德接到恶队的汇报后 立即给乾隆上奏折 告知和田六成已经归响 同时阿克苏 巫师这边的回忠也情绪稳定 一切如常 同时 阿克苏的阿轰 伯克 以及恶队的妻子热一木 看到驻扎的兵丁由于东庄都留在了屁站 也就是今天的吐鲁藩式的善善县 便自发为驻扎的兵丁们捐助杨皮奥二百件 布三百匹 天北东一 这里的热衣幕就是被小和卓霸占又日夜凌辱 后来又突围出来的那位其女子 具体的情况在第九集有说过 乾隆接到奏报后 对恶队招降和田六成以及阿克苏回人们的表现表示满意 下旨受恶队为内大臣 其各成 伯克应受散至大臣及三品四品宗观者 后召会察民奏清补兽 仍聚赏戴孔雀灵 所谓内大臣 是管理侍卫的统领 准确地说是管理侍卫的副职 侍卫的统领是领侍卫内大臣 官居一品 而内大臣则协助领事卫内大臣 卫从一品 也就是说恶队由从二品的散至大臣 直接被提拔到了从一品 而其余和田六成的各个伯克 到底是受为散至大臣还是三品 四品的官 则是让召会完了之后 根据情况提出受职意见再定 对于阿克苏的阿红 伯克以及热衣木为兵丁捐助东一这件事 乾隆除了提出表扬 基于肯定之外 还叮嘱舒赫德 一定要按照市价给钱 舒赫德这边 虽然和田六成归顺 但心里面还是不踏实 赵慧生死未卜 谁又能确定和田六成这边 会不会降而复盼 因此找来嘎代莫特商量怎么办 要说起来也挺有意思 当初赵慧没有托伦泰的消息 担心南疆有变 找人商量 找的就是嘎代莫特 现在舒赫德担心和田不稳 找人商量 还是找嘎代莫特 想必嘎代莫特这个人一定是颇为沉稳 思维缜密 所以清军主帅有什么拿不准的 都会先想起来和他商量商量 嘎代莫特当下听了舒赫德的担忧之后 说 阿克苏 乌石为什么现在安定啊 还不是有兵丁驻扎 所以不用想了 和田也应该派兵驻扎 因此舒赫德立即派遣500律骑兵 前往和田 告知恶队安排于六成住房 清军这边招降和田六成 小和卓这边也没闲着 你清军可以招降和田六成 我也可以策反阿克苏 乌石的回众啊 因此小和卓只是阿卜都科勒木 也就是当初守护车的那位 派人向阿克苏 乌石渗透 鼓动阿克苏的回众判清 而阿卜都科勒木策反的对象 是乌石一个叫穆逊的阿红 这个穆逊的哥哥名叫萨拉 也是一个阿红 跟随着小和卓在伊尔强 但是自己的家人则还都在乌石 阿卜都科勒木叫萨拉 给他的弟弟穆逊写信 让其带领众人判清 但此时的乌石已非以前的乌石 阿卜都科勒木派来策反的人员 刚到乌石 立刻便被当地的回人发现并抓获 而守乌石的是 贝子玉素夫和霍基斯的长子 胡带巴尔迪 胡带巴尔迪将来人严加审讯之后 首先是将萨拉的家人全部软禁 严禁与外界接触 同时立刻发布公事 平息各种谣言 告知乌石回众 此事与任何人无关 勿忘惊异 大家还是好好的过日子 那么这件事 书和德也汇报给了乾隆 乾隆下指 胡带巴尔迪之父霍基斯 孝里军营 以普通小尸体 身用佳月 这加恩寿为内大臣 上代孔雀灵 就是说胡带巴尔迪的父亲霍基斯 本身就在军营孝里 而胡带巴尔迪则明白势力 工作干得非常不错 因此也受胡带巴尔迪为内大臣 和恶队一样 而其他抓住敌军间谍的有工人员 也一律进行封赏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 霍基斯的次子莫赞帕尔 也代表霍基斯 抵达北京 觐见乾隆 乾隆是亲切借鉴 赐予关带朝福 并给莫赞帕尔赏银三百两 紧接着 乾隆所接到的消息 则都令他十分的欣慰和舒心 首先是派往南疆的建瑞营等部队 即将抵达阿克苏 根据舒赫德的汇报 建瑞营 查哈尔兵等的先头部队 预计是十二月初二 初三前后抵达 剩下的人马则将于初六 初七前后抵达 而舒赫德与埃隆阿 嘎戴莫特等也集结了 五百名满洲兵 索伦兵 蒙古兵和五六百名律骑兵等 前往巴尔楚克 恶守台战 做好禁军一耳枪的准备 恶队这边 则在和田六城 征召了一千多兵马和大量口粮 也是准备禁军一耳枪 其次是清军控制的南疆各城 纷纷给清军献马 以解燃尾至极 清军大量集结 但是头疼的还是马匹缺乏的问题 无论从陕甘还是巴里昆 运送马匹都路途遥远 一时难以送到 而且运送马匹还不能拼命赶路 否则马送来了 也都因为赶路匹法而难以使用 这时 塞里木的回人则自发地 给清军献马和骆驼 送到了舒赫德的军中 而阿克苏的阿轰和恶队的妻子 热伊姆 也给清军捐助马匹一百匹 其他的大小伯克 则纷纷捐助运送物资 用的骆驼 骆子等 同时 图鲁藩的苏赖满 也就是额敏合着的儿子 在图鲁藩捐助马匹一百匹 乌石或集资的妻子和儿子 互带巴尔迪 捐助马匹四十匹 乾隆对此非常高兴 下旨对众人进行嘉奖和表扬 对于塞里木回人 捐助马匹和骆驼 乾隆只是舒赫德美马 给银八两 美托给银十五两 不能让塞里木回众吃亏 对于霍吉斯妻子 及户代巴尔迪 则只是欲素负 美马一匹赏给银十两 而对于 苏赖满捐助的马匹 乾隆则明确指示 不能要 让当地的清廷官员 都退还给苏赖满 这是因为 这时候的吐鲁番回众 才从甘肃瓜州的投保 到吴宝迁移回孤土不久 百废待兴 生活拮据 也很需要马匹 因此乾隆说 苏赖满等感激赈恩 捐输马匹 情辞恳切 甚属可嘉 丹年一等附近一住 生殖量亦无多 仍令存留应用 不必解决捐输 至一等诚心 朕已冻见 就是说 苏赖满捐助马匹的一片诚心 值得高度表扬 但是你们刚回徒鲁番不久 生畜肯定也不够 所以自己留着用 不要节责而渝 至于苏赖满的忠心 我已非常清楚 心领了 对于清军的马匹 骆驼 乾隆也算了一下 各路人马 携带的马匹 加上阿里滚亲自往前线送的马三千匹 托七百只 还有黄庭贵筹集送往南疆的马三千匹 合下来大概有一万多匹 基本够用 不过现在乾隆倒是不急着拿下一耳枪 喀什嘎尔了 乾隆的考虑是 当务之急先把赵汇救出来 然后所有人马在阿克苏修整 等到来年五月 麦子熟了 军粮也有了 然后整兵再进一鼓作气 当庭回步 那么被围在黑水中的召回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十二月初三 一个从伊尔强逃来的回人 叫托克托莫特 来到阿克苏投降清军 这个托克托莫特称 自己是乌氏人 以前是霍基斯弟弟阿卜都里木的手下 原本在阿克苏 自己的家人都在乌氏和托鲁藩 后来随阿卜都里木一起跟着小河 啄到了伊尔强 而到了伊尔强之后 阿卜都里木随即和阿卜都瓜布 阿卜萨塔尔夫子等一同被小河啄关了起来 而自己因为巷马的水平比较高 所以没被关押 便找机会逃了过来 舒赫德对这个托克托莫特 自然是万分关注 召回北魏 一直得不到消息 现在好不容易那边过来了一个人 因此立即将他带到面前 询问赵慧的情况 托克托莫特说 伊尔强那边 小河卓一共是一万多人马 而大河卓也带了五千人马支援 一直将清军围困了三十多天 但是在几天前 大小河卓忽然接到喀什盖尔的告急 说是布鲁特人正在率兵攻打 喀什盖尔所属的英嘎萨尔城 大小河卓正在商量如何救援英嘎萨尔城时 谁知就在当天傍晚 清军忽然从大营中出击 火攻夺取了大小河卓的两处营内 帐篷六十余个 这两处营内六十多个帐篷的敌军被杀过半 大小河卓判断 清军之所以这时候突然反击 必定是与布鲁特人有了约定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算围困清军一年 恐怕也难以取胜 再说自己这边也难以再继续围下去 因此决定议和暂时休整 所以就派了一个回人 一个鄂鲁特人当信使 请求与清军讲和各自撤兵 但是清军则扣留了二人 然后用剑射出了一封回信 说大小河卓兄弟如果真想议和的话 大小河卓只有亲自去北京面见皇帝才行 否则和谈的事想都别想 大小河卓看了回复 又射信进去 提出怨送口粮 撤围相见 就是大家各自撤回了再说 同时给被围的清军送粮食 依表示诚意 但是清军还是不同意 只不过自此以后 双方再也没有交战 听了托克托莫的这些话 舒和德悬着的心终于稍稍放了下来 看来黑水营依然未破 而且看这个意思 赵惠好像还有相当的战斗力 不过舒和德担忧的是 赵惠的军粮是否还高 还能支撑多久 托克托莫特说 粮食这事 被围的清军似乎也不缺 因为自己听说 清军在营地里发现了回人所埋藏的粮食 一百六十脚 收马千余匹 托千余之 所以粮食无忧 到时大河卓因喀什戈尔告急 撤回防御 所留仅二百人 也就是只剩了小河卓的一万来人 在围困清军 舒和德听托克托莫这一说 不由也安安称奇 赵惠竟然能挖出来一百六十脚粮食 搞到千余匹马和千余风落斗 看来真是苍天有眼 如有神助啊 因此赶紧给乾隆汇报 同时表示 现在自己手中有阿克苏原有的官兵 和已经赶到阿克苏增援的官兵 合集是两千两百多人 一千二百匹马 自己打算是火速增援召会 同时一方面派人催促复德 阿里滚的增援部队加快进度 一方面让嘎戴莫特用维吾尔文书写 劝向文书 一边进军 一边沿途散发 但是乾隆接到舒和德这份奏报后 却对召回挖粮食 德马陀这事儿 颇有些怀疑 对这个托克托莫特的话不是很相近 这怎么听起来跟说评书的一样 如果说赵会在黑水营中挖出了些粮食 这也许还有可能 但这一家伙就挖出来一百六十脚粮食 未免数量也有些太惊人 你这是挖开了一个粮仓吗 而且这一千匹马和一千封骆驼是怎么来的 难道也是从地里挖出来的 因此乾隆批示 将军赵会等攻夺贼人赢磊 小河卓等丧胆求和 赵会则令书城入境 实准那款等语 举动雄伪 甚属可嘉 就是说赵会攻击大小河卓的两处赢磊 小河卓求和 而赵会让他们必须来北京才同意讲和这事儿 做得非常好 显示了我大清的威风 因此下旨对赵会 阿米合卓 霍吉斯 明锐 温布 由屯等将领进行赏赐 以资奖励 但是对挖出来粮食这事儿 乾隆批示 则很可能是托克托莫特为了讨好咱们 而夸大其词或者胡编乱造 因此令书和得认真核实 看看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核实后立即上报 那么赵会真的是挖出来了160叫粮食 得到了马匹 骆驼隔1000吗 这事儿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赵会还真是在黑水营内挖出了粮食 这一点 在后来给乾隆的详细汇报中 赵会说的是清清楚楚 只不过正如乾隆所怀疑的 赵会挖出来的粮食 根本没有托克托莫特所说的那么夸张 赵会是在黑水营一面防守 一面大剑大营的时候 偶然发现以前的回人 在这里所埋藏的粮食 一共挖出了20余处埋藏的粮食 每处不过是一二单而已 但在古代大多情况下 是容量单位 食生为一斗 食斗为一单 所以一旦中多少 取决于市装的什么东西 而且自秦汉到明清 计量单位一直都在变 大致上 清代一旦粮食等于50公斤 也就是说 赵会在黑水营里 挖出了大约2000公斤粮食 而托克托莫特之所以说的那么夸张 倒也不一定是为了讨好清俊 因为一方面他是听说的 听说这玩意儿往往是越传越神 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赵会为了打击 大小合着的士气 故意夸大了挖掘粮食的数量 至于得到1000匹马 1000封骆驼 则纯属子虚乌有 赵会被围的密不透风 到哪儿抢马匹 骆驼去 那么赵会被围在黑水营 倒的确是不断地找机会 对敌军进行反击 这一点 托克托莫特所说的倒没什么错 赵会10月13日 在黑水营被围之后 除了粮食和弹药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没有水 虽然黑水营 离着叶尔羌河 这条黑水只有一公里左右 但是现在是被大小合着围着呀 到河边打水 肯定是不可能了 因此 赵会是出幽法水 就是一开始很担忧没有水 不过这个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黑水营就在叶尔羌河边上 又不是在沙漠戈壁中 实在不行可以打紧 只不过比较费劲 这样到了22日 大小合着见黑水营难以攻下 便想到了水攻 因此是掘开沟区 打算是引水过来淹没黑水营 这下倒好 清军连打井渡上了 是直接在营中开造沟区 将水再引出去 顺带解决了用水问题 是兼资引用 而清军在水过之处随地掘井 旋即涌出 当然 我们今天来看 大小合着当时引水灌营 在大冬天的南疆 水量肯定也没有多大 否则上游放水 在于清军放水的下游堵住 反正你在哪开口子 我就在哪堵 应该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的 放水灌营失败 还让清军得到了水源 于是大小合着又向黑水营挖沟 然后让士兵以尾掃 掃 自闭 欲行偷解 就是用芦苇 树枝什么的 披在身上伪装 从沟里偷偷地往黑水营摸 打算是结营 想必这肯定是晚上了 白天这用一招 基本就是过家家 除了瞎子 一眼就能发现 赵慧也不是吃素的 看到敌军往黑水营挖沟 就撂到了这一招 这不就是当初马德胜 雅尔哈山用来攻打 库车城的招数吗 只不过当时马德胜 是在地下挖地道 而大小合着是在地面挖好沟 因此赵慧是严加戒备 你披着芦苇 树枝什么的 过来就火攻 据为我兵焚烧截杀 刚好也是用的 库车城破马的 圣挖地道的这一招 双方角色整个对调 因此大小合着的 豪沟偷袭战术 也一样无效 挖好沟偷袭失败 大小合着又在 黑水营的四周建立高台 在高台之上 往黑水营中发射鸟枪 召回见状 立即下令 在黑水营内的四周 也建立高台 反正黑水营有的是数 大家高台对高台互舍 这样对射到11月10日 清军瞅了一个敌军 松懈的机会 一举攻占了敌军的高台 这下大小合着连高台也丢了 那么现在 清军的粮食足够支撑一段时间 而水源问题也得以解决 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弹药 这一次 大小合着又帮了赵慧的忙 由于大小合着不断进攻黑水营 朝营内放枪 而黑水营是在树林之中 因此大量弹丸都镶嵌在了树木上 清军砍伐树木时 发现弹丸是美拙一目 即坠落无数 就是砍树的时候 弹丸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当时的鸟枪 使用的弹丸是千万 其实就是个升级版的弹弓 千万打出去 捡回来还能再用 因此这样一来 清军的弹丸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你打过来 我再从树上取下来打回去 正因为这样 清军在黑水营中才得以固守不败 而清军又在挖的粮食后 由一项敌军夸大宣传 这就让大小合着一方很是气馁 觉得这些清军是不是真的开了挂 怎么恶也恶不死 可也可不死 但要还打不完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布鲁特人攻打英嘎萨尔的事 英嘎萨尔就是今天的英级沙县 位置在喀什嘎尔东南 叶尔强西北 刚好是在喀什嘎尔与叶尔强之间 那么布鲁特人攻打英嘎萨尔 是否是与清军约好的呢 其实还真不是 布鲁特人攻打英嘎萨尔 根本上还是因为此前与大小合卓有仇怨 历史上布鲁特人一直就和维吾尔人恩怨不断 而且历史上也一直参与黑山 白山两派的争斗 现在布鲁特人一看大小合卓是权力在和清军对抗 喀什嘎尔空虚 因此是趁火打劫 攻打英嘎萨尔 而我们知道 大小合卓的族书额瑟尹一家 在最初小合卓从伊犁返回南疆的时候 就不愿意追随去了布鲁特人的地盘 因此现在布鲁特人趁着喀什嘎尔空虚攻打英嘎萨尔 额瑟尹家族也跟着一起进军 所以说布鲁特人和额瑟尹家族 这回是有意无意地帮了清军一把 那么布鲁特人携带着额瑟尹 攻打英嘎萨尔的当天 赵慧也出迎对大小合卓进行反击 则完全是巧合 赵慧并不知道英嘎萨尔被布鲁特人攻打的事 但是大小合卓心里面可就嘀咕了 觉得一定是清军与布鲁特人早有预谋 联手行动 因此大小合卓才提出议和 议和是以大合卓的身份和赵慧谈的 大合卓在信中先是装糊涂 说不知道为什么清军会忽然攻打哭车 我们也没干什么呀 而且我从喀什嘎尔赶过来 才知道小合卓抗拒清军 前面也一直不知道这事 如果要去北京见乾隆皇帝 那么我可以跟随你们去北京觐见 赵慧接到大合卓的信后也没客气 什么你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来 阿敏倒是怎么死的 自己撞死的吗 因此回信 我天朝大军前来就是为了讨伐小合卓 皇帝一直都明确强调 这次兴师问罪 大合卓是无辜的 并且太皇帝有专门的预纸 是给你大合卓的 但是此前一直见不到你 所以也没有交到你手上 皇帝在预纸中说了 想让我天朝撤兵可以 但是必须要将小合卓 阿卜都科勒木 以及从伊犁跟小合卓一起回来的回人 投奔你们的准嘎尔残部一并勤线 都抓住送来才行 而赵慧也并非如那个托克托莫特所说 将大小合卓的送信人员扣留 而是以免将回信交给来人 以免专门设立了一个案子 将乾隆的御址放在上面 让来人捧回交与大合卓 大小合卓接到赵慧的回信后 便并未回信 接下来 大家就这么耗着 双方都在死扛 不过要说起死扛 我们知道 这也可算是赵慧的强项了 赵慧的特点 就是能在看似最险恶的境况下死磕到底 如果大家还记得 准嘎尔韩国的陷落系列的第十四级 应该不会忘记 赵慧之所以被任命为进军回部的主帅 就是因为在准嘎尔人将而复盼之后 硬是带着一支孤军在冰天雪地里 从伊犁一路血战 突破重重组杀 杀到了特勒格尔 最终绝处逢生啊 而在黑水营之围的记载上 后来的很多记载虽然主线情节一样 但在细节上则各有出入 甚至争议很大 尤其是对赵慧挖掘的粮这事 大多按着托克托莫特的说法夸大 圣武记上说赵慧是 绝角的素三月不困贼害为神 似乎赵慧就是靠着这些挖出来的粮食支撑了三个月 孝亭杂录则说 营中绝德叫素数百蛋 稍赖已迹 这也是明显按照托克托莫特的说法来说的 显然不准确 事实上两千多公斤粮食固然也不算少 但对黑水营三千多青菌来说 并起不到什么决定性作用 一个人还分不到一公斤 又能坚持几天 而且 孝亭杂录 还记载了黑水营中 关于粮食的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是说 青菌被困黑水营 粮食日渐匮乏 而马 托中受伤 雷弱 不堪用的 也都差不多在杀赤光了 到了乾隆二十三年的年底 大年三十 召会军中有一个将领 平日里 以吝啬而出名 忽然于除夕夜 请军中 将领明锐 长军等人来到 自己的营长吃饭 众人落座 这位原本吝啬的将领 拿出了自己私藏的食物 孝亭杂录中 并没有说明是什么食物 而只是说这位将领说 无处宿舟时 有送酒窑者 所欲斗定金上存皮带中 呼奴取出供衣蛋 就是说 我在来新疆前 离开宿州的时候 有人给我送了些酒窑 现在剩下的 都堆在我的皮带子里 今天让手下拿出来 大家一起吃 斗定 并不是具体指某种食物 而是指食物罗列堆积的意思 而明锐等人 当然也不客气 是大喜过望 把这些食物给干了个精光 但是吃完出来之后 大家一琢磨 连这么一个 因为吝啬而出名的人 现在都舍得 将自己私藏的食物 拿出来分享 可见大家都清楚 清军是撑不了几天了 因而不觉气霞 孝亭杂录 记载的第二个细节 则充满了黑暗气息 就是清军被围断粮之后 抓获当地的回人 宰杀了当粮食 孝亭杂录上说 各兵每成见出掠 回人充食 就是说清军是 趁着敌人围困的空隙 在周边抓回来 回人当粮食 但这还不是最黑暗的 更黑暗的是 或有夫妇同鲁智者 杀其夫 即令其妻主之 夜则见枕袭 明日夫肉尽 又杀此父已食 被杀者皆漠然无声 听烹歌而已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清军有时候 鲁掠回来的是回人的夫妇 那么就先把丈夫杀了 让他的妻子煮熟给清军吃 晚上则让妻子充当姓鲁 见枕袭 是陪睡觉的文雅说法 到了第二天 丈夫被吃光了 再杀了妻子继续吃 被杀的人都引颈带路 毫无反抗 听听宰歌 孝亭杂录的这一段记载 很符合猎奇的标准 所以网络之上 这个说法被引用的 津津有味 大书特书 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以当时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发生 《孝亭杂录》中 所记载的这两件事 首先是关于那位吝啬将领的 这件事的所有当事人 肯定在昭连写书之前 都已去世 昭连必定是听人转述 而我们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小何卓是提出了 与赵辉议和 但是赵辉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从这一点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 赵辉完全是有信心 撑一段时间的 也就是说 军中的粮食 是可以对付一段时间的 并且赵辉在被围的情况下 还能防守反击 攻占敌军高台 夺取敌军赢累 也说明 即使在最困难的状态下 清军依然有着战斗力 否则 赵辉便会答应 小何卓议和的请求 毕竟保持有生力量 才是最重要的 就连乾隆在黑水营 卑微之后 也一再指示前方降临 在阿克苏等到来年开春再战 而且 无论是赵辉自己的汇报 还是爱隆阿的汇报 都明确无误地说 赵辉军中口粮很充足 可以支撑一两个月有余 而这只是口粮 没有蒜麻 拖这些可吃的牲畜 更何况 赵辉还挖出了两吨左右的粮食 虽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但也也是能够缓解粮草问题的 但这也不是说 那位吝啬将领的事情不会有 因为笑亭杂录 也说得很清楚 那一天是除夕 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 在大年三世拿出自己的私藏 与大家分享 也是符合逻辑的 综上所述 最有可能的是 赵连将这个本身 没有那么绝望的故事 写入其中 最重要的作用 是渲染当时清君被围的困境 表现清君被围困的艰险 与之相比 第二个吃人的说法则很可疑 倒不是说清君恶极了不吃人 古今中外历史上动荡 战乱时期或者战争中吃人的事多了 抓住女性 当性奴这事历史上也司空见惯 清君暴走的时候 也一样会受性大发 但问题是 当时的照会 是被大小和卓为的跟铁桶一样 怎么能够还有机会出去掳掠 维吾尔老百姓回来吃 我们知道 照会当初送信就是 派了五十宝等五个人 各揣着一封信去的 说明当时清君被围的很严实 所以才要多做四个悲愤去送信 而且恶队从和田派人过来联系照会 也是因为大小和卓将清君围的密不透风 而无法接头 我们设想一下 就算清君能冲出去掳掠回人 那么还要再冲回来煮熟了吃 这一进一出就是两次 这是要大怪升级吗 基本没什么可能 而且清君既然能冲出去掳掠回人 又为什么一直没有去阿克苏 给舒赫德送信 按照常理和清君的规矩 照会如有机会 肯定是要不断地和后方联系的 但事实上 照会的消息一直是断的 最后还是那个 投奔清君的托克托莫特 才告诉了一些舒赫德照会的情况 因此 黑水营的清君冲出冲进的掳掠回人 却不知道去和后方大本营联系 不合乎逻辑 更重要的是 小和卓在清君到来之前 就已经将城外的回人 全都迁移到了叶尔腔城中 兼壁清野 从后来来看 直到黑水营被解围 清君再次进军叶尔腔时 城外的回人 依然还是在城中不在城外的 那么清君到哪里掳掠的回人 这就跟托克托莫特所说 清君得到马驼一样 根本不可信 那么关于清君吃人的这件事 很可能是在转述过程中 张冠李戴 将清君在其他什么时候吃人的事 给安到了黑水营之围的事件上 这样 赵慧便一直坚守到了第二年的正月 在黑水营中跨了一个年 而在头一年的十二月初四 舒赫德 艾隆阿 嘎戴莫特等 已经带着在阿克苏集结的 包括部分剑锐营在内 三千五百多兵丁 一千七百匹战马 向巴尔楚克进军 到了十二月十三日 正在进军途中的舒赫德 忽然接到恶队等人 从和田送来的消息 小和卓派阿卜都科勒木 甩六百人马 进攻和田 清君将士多有阵亡 和田告急 那么 一面是贝贝在黑水营的赵慧 一面是岌岌可危的和田 舒赫德将如何抉择呢 记得点赞关注哦